在今日定期會議程中,縣議員黃世芳希望縣府對於施政的宣導,能夠多利用一些管道,來傳遞正確的資訊,讓民眾能夠第一時間知道縣府的作為,不會讓縣民因為接受錯誤資訊,對縣府團隊造成誤解。 縣議員余秀瑩表示,今年因為新冠肺炎等問題,也讓縣府團隊在今年都非常的辛苦, 除了感謝縣府團隊,不論是舉辦查博、新冠肺炎的防疫,以及各項施政上的努力之外,在總質詢的最後一天,也肯定縣府團隊的辛勞,並且勉勵縣府團隊能夠繼續為縣民福祉來打拼。 在今日定期會議程中,先遠黃世芳希望縣府團隊,對於政令宣導能夠更加來重視。 縣議員余秀瑩,除了肯定縣府團隊這一年來的努力之外,也勉勵縣府團隊,能夠繼續努力為縣民福祉來打拼。 記者陳偉一,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。 記者陳偉一,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。 記者陳偉一,北投縣議會採訪 tweet, 高中辣議會採訪報導。 後杉俊編調部的支持像1人,